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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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大家好 我是小莫 今年夏天的高温烘烤 還有秋老虎 看不到鏡頭的長長尾巴 讓肉肉們度過煎熬又漫長的大半年 之前有製作影片跟大家分享 渡下期中烤的收空盆名單 我把從立夏到立秋之前 這段期間稱作期中烤 一共收了24個空盆 而這期影片要來分享 從8月7號立秋開始 一直到9月底的期末烤 恰伯伯的秋老虎 又打包了多少肉肉 第一位主角是晚霞 而這一株 已經是被我奪去生命的 第三株晚霞了 是在去年9月入手的 有裁切金布在入盆 她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生根浮盆 從偏軟 單薄的寥寥無幾的葉片 搖身一變成為春風裡 最引人注目的大美人 4月和5月也都還是保持著很好的狀態 讓人緊張的夏天再度降臨 7月到8月份 雖然葉片拉長了 但看起來還是很有精神 沒想到會在9月份賽上 10月初陣亡 雖然覺得萬喜 但這次晚霞我有養滿一年喔 好像有進步 下一位主角是擁有長長睫毛的寒肉 名字是托斯卡女郎 也叫做托斯卡內利 在去年10月入手了兩株 經過兩星期的水柚發根 在正式上盆 這是今年2月份春天拍攝的 經過幾個月的生根浮盆 珠形變得立體飽滿 睫毛也更加明顯翹立 葉片上還出現少許的血斑 真的很漂亮 時間很快來到度夏期間 沒有白霜的保護 兩位漂亮的小姐姐都曬到夜色發白 失去活力光彩 好不容易撐到了9月中旬 其中一株掉葉嚴重 幾乎已經到達夜星的位置 只好放手一搏幫她砍頭 看能不能留下一線生機 雖然看起來不樂觀 在晾乾傷口以後 還是有幫她重新上盆 但好運沒有眷顧長睫毛女郎 最終還是被秋老虎打包了 下一位也是寒肉 名字叫做西洛妮卡 和托斯卡女郎一樣 是在去年10月同一批入手的 經過水柚發根以後正式上盆 當初西洛妮卡的發根狀況 是同一批寒肉裡面 數一數二好的 經過幾個月的浮盆適應 雖然消耗了一圈葉片 但珠形變得包覆立體 夜間和暗紋也變得更加明顯 時間來到夏天7月初 這時候的她雖然綠 但看起來是健康有活力的 原本以為度夏有望 覺得信心滿滿 沒有想到在8月中旬 眼看已經撐到立秋了 卻直接整顆黑掉 沒有任何搶救的機會 托盆查看根系 已經長到盆底還蠻茂盛的 但抵不住酷熱 終究還是收了空盆 莉娜蓮是肉油口中 皮屎好照顧的品種之一 在去年10月入手了一株 本人很可愛 顏色和夜形都很優雅 在修根晾乾傷口以後 正式上盆 經過幾個月的適應和生長 竹形漸漸變得立體 葉片也變厚變胖 看起來很健康 到了7月初 雖然葉片變薄也拉長了 但依舊充滿活力 時間來到8月底 眼看都已經熬到秋天 它卻染菌掉葉 查看金布已經受損有傷口了 脫盆查看其實根系發展的還不錯 但很可惜 金布的傷口已經蔓延到頂端 只能放棄收空盆了 在去年11月入手了兩株暗冰 我知道這個品種夏天很綠很綠 也知道它冬天會很美 所以很期待它們都能夠順利長大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 今年春天2月份已經生根浮盆 葉片變厚變短 原本攤開的豬形也慢慢包攏 越來越喜歡 我也早早就做好心理準備 夏天它們會變綠變醜 但曬傷卻不在預料之中 而且沒有想到葉片組織受損之後 染菌病害就一發不可收拾 眼看病況越發嚴重 我猜它們的根系應該是燒壞掉了 就決定拖盆檢查 根系其實長得很茂盛 砍頭以後剖開經部檢查 組織也是好好的 高溫悶熱對根系來說 真的是超級大考驗 在晾乾傷口以後 重新入盆 雖然很不樂觀 但還是想要再試一下 到了9月中旬 比較小豬的投降陣亡了 而另外一豬 截至目前為止還活著 能不能撐到重新發根 我也沒有把握 就先登記 按兵收空盆加1 接下來的是 擁有奇怪名字的 深色系多肉 名字叫做羅斯起子 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過 深色系肉肉意外耐曬 從去年11月入手 一直到夏天8月份 一路上都很穩定健康 沒有想到秋老虎的尾巴這麼可怕 狠狠打臉啊 在8月20拍照的時候 發現夜星位置出現了季節景 我覺得應該無傷大雅吧 還對他們充滿信心 沒想到到了9月中旬 都已經過了白路 他們突然就整株壞掉了 初不及防 葉片一口氣掉光光 兩株都被烤熟了 明明已經剩下最後一里路 就能夠完賽 只好無奈收空盆加2 接下來這兩朵白天鵝 是在去年12月初入手的寒肉 經過兩個星期的水柚發根 在正式上盆 發根狀況還不錯 也有很多小牙寶寶敘事待發 這是今年春天2月份 白天鵝的樣子 顏色清新優雅 擁有像畫一樣美的葉紋 再加上小紅尖尖 真的很好看 時間來到立夏 小小的側牙們已經慢慢長大 這是7月份大鼠節氣的紀錄照 原本充滿活力的樣貌 漸漸走下坡 好夜非常多 都下對他們來說真的很吃力 後來就把他們移到室內 燈養照顧 這是8月6號拍攝的 已經準備要進入秋天 但很明顯 其中一盆 應該是準備要說再見了 後來就如預料的一樣 在8月22 天鵝掛了一盆 脫盆查看 其實根系 比想像中還要好 真的蠻無奈的 而另外一盆 雖然有冒出新葉片 但其實也不樂觀 僅存的白鵝又持續努力了一個多月 依舊逃不過秋老虎的魔掌 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再入手 下次我會好好保護它 接著分享的也是韓肉 名字叫做朵朵莉 在去年12月入手 水又發根以後正式上盆 剛到家時有一點瘦弱 但經過兩個月的努力適應 葉片漸漸變胖 浮盆狀況還不錯 到了夏天 有刻意把它擺在日照比較弱的位置 但似乎還是撐不太住 依舊曬到顏色發白還有掉葉 到了7月底 也看快要沒有葉片了 只好緊急把它移到室內燈養照顧 她的生命在8月份儲暑節氣時 還是畫下了據點 脫盆查看根系 其實發展的比想像中還要好 切開進步檢查 也是健康無瑕的 只能無奈收空盆加一 接著分享的是在去年12月初 入手的兩株寒肉 名字是雪妹娘 也叫做雪皇后 是拉威雪蓮和冰玉的孩子 經過兩個星期的水柚發根 在正式上盆 到了今年春天2月份 他們有順利生根浮盆 珠形變得立體 顏色粉粉嫩嫩的 還有短胖的小夜間 真的很可愛 後來進入夏天 高溫讓他們褪去原本漂亮的顏色 還曬到有一點發白 但整體看起來應該是健康的 到了7月底 小盆的除了季節景之外 曬傷的葉片因為組織被破壞 而導致染菌 清除冰液以後 改放在室內窗邊照顧 而大盆的還是養在樓頂 把它移到花架最下層躲太陽 到了8月初也是撐不住 曬傷的葉片也開始染菌脫落 後來連筋布也受損嚴重 就把它拖盆檢查 其實根系也長得很好 後來小盆的病情也沒有好轉 持續掉葉 拖盆查看根系還OK 再撲開筋布檢查 好像也沒有什麼明顯的病兆 只能無奈的跟可愛的雪妹娘道別 收空盆加二 接下來的主角名字是粉色華麗 也叫做麥當娜 是在去年12月入手的韓肉 超級喜歡它的顏色和珠型 在進行水柚發根以後正式上盆 時間來到今年春天二月份 它的葉片質感通透 卻又抹著細緻的淡淡粉霜 就像蜜桃一樣的粉嫩可愛 仔細觀察還會發現 葉圓似有若無的紅色苗邊 還有鮮紅色的小小夜間 真的越看越喜歡 可惜好景不常在 7月初高溫日子一到 就立馬嚴重曬傷 葉片哗啦啦的掉 只剩下葉心位置的葉片還在堅持 而它的筋布一直都保持新鮮粉嫩 想說把它移到室內照顧 看還有沒有挽回的機會 後來撐到了8月份 病況持續惡化 就決定放棄 脫盆檢查可以看到 它豐盛的根系 覺得好可惜 但還是只能和它說再見了 接下來收空盆的多肉 是法師小苗 名字叫做美都莎 在去年12月入手的 在合適的季節種植法師 真的會很有成就感 從1月一直到4月份 身跟浮盆都很順利 看它豬行綻放 顏色華麗編紛 真的是水噹噹 到了4月下旬 就把法師們都收入室內窗邊 進入渡下避暑狀態 但還是留不住它 都撐到9月份了 卻突然陣亡 真的很挫折 以後不買法師了啦 接下來的肉肉 是在我心目中 像仙女一樣的露娜蓮 原本有4盆 後來在7月中旬賽商 其中一盆已經在之前的影片 渡下其中烤列入空盆名單 還剩下3盆在室內照顧 繼續努力 後來到了8月中旬 又再掛掉一盆 剩下兩株還在苦撐 檢查時發現 其中一株經不有損傷 已經到達夜星位置了 所以這一朵也放棄 剩下最後一株 我也不抱期望了 想說反正傷口都已經乾燥 就入盆吧 隨緣盡力就好 然後9月中旬 最後一株仙女也飄走了 秋老虎打包了最後3株露娜蓮 空盆狠狠加3 接下來也還是寒肉 名字叫做阿爾比水珠 原本分成三盆種植 其中一盆在之前渡下收空盆的影片裡 已經在8月初被列入收空盆的名單中 而活下來的另外兩盆 從7月份苦苦撐到8月下旬 還是不幸陣亡 脫盆查看根系 其實發展的比想像中還要好 只能說秋老虎實在猖狂 小水豬在收空盆加2 下一位和小水豬一樣 是在渡下期中烤以後 狗活下來的肉肉 名字是洛神 去年12月入手兩盆 其中一盆小的在7月24已經陣亡 而另外一盆群生的弱神 我把它放在室內窗邊照顧 看能不能有逆轉的機會 從8月初一直到8月下旬 都沒有好轉的跡象 連求生的氣根都乾枯了 金布也發黑 看來只好放棄 脫盆查看 已經長到盆底滿滿的根系 仍然抵不過渡下劫難 還有秋老虎的召喚 洛神收空盆再加1 忍不住感嘆 圓滾滾多肉 渡下之路 特別艱辛 收空盆日記 還有下集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